哈囉大家好,我是普通皮皮 那今天還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預算的回顧 不過前面還是要說一下 這個都是我自己對遊戲的理解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希望讓大家可以參考參考 不同玩家在對遊戲理解之後會有各種不同的玩法 除這個不過是希望在大家不知道怎麼玩這個遊戲的時候不要走太多彎路 那我說的這些預算基本上都是以不用再繼續課金為主 而且另外是希望大家可以在之後不玩的時候 買的這些裝備部分都可以賣掉 所以不是所有東西都是以傷害最高為前提 我會綜合考慮傷害提升、CP值跟保值程度來做選擇 畢竟風之谷是一個17年的遊戲 我也不知道所謂的正解在哪裡 那首先是3000塊錢的部分 在這個階段我覺得已經算花不少錢了 不能再打著只是體驗遊戲的大騎亂花錢 上次做1000塊可能就是花了就花了 既然都花到3000塊了那自然就是要以自己自主為打算 這邊我們依照慣例我們也會拿出500塊錢買點數 至於為什麼要買點數不拿來買裝備 我上支影片也有詳細的解釋 簡單來說怪物可以打不動 但是角色絕對不能醜 喔對了上次有觀眾在下面回說 這樣會打不動網 確實這樣花錢是沒有辦法打什麼網的 不過在哪1000塊錢都去買裝備又能夠打到哪裡 還不如好好的把自己打扮打扮 加入一個不錯的工會 看看有沒有好心的大大能夠帶你一起打王 自己覺得相較於投資自己的打王能力 還不如投資自己的社交能力 CP值可能會高一些 可能跟大大的關係再好一點很多裝備都不用自己買 那些可能對於你來說還要花錢買的東西 對於大大們來說可能就是連掛在拍賣上賣都覺得麻煩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前期把自己的外觀弄得漂漂亮亮的 不只是自己看了快樂 走在路上也會比較體面 那剩下2500建議大家去85全部都換成封閉 但我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風之谷官方是不允許現金交易的 但現在只是寫寫而已 有點類似免責條款的感覺 所以大家在進行現金交易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盡量找評價好的賣家交易 不然到時候有糾紛了很麻煩 那這樣換下來大概可以換到100億左右 這邊我們一樣可以先買基本的BOSS套裝 銀花戒指 鄰居力量的結晶石 水中性質演示 水晶溫度式勳章 皇家暗黑合金護肩跟口岸道具粉紅聖杯 那口袋道具的開啟方式 上期我有講我這邊就不多做贅述了 另外我們這邊再搭配11星卷 還有另外買一些皺紋充捲軸跟可疑的方塊洗裝備 加上地板上可以打到的140等配殺旅路裝備 這邊大概花1億左右就可以搞定了 那接下來我要講一下這個預算區段的核心裝備 打壁裝 簡單來說現在大家打開自己的能力池 會看到這邊有道具掉落率跟封閉獲得量 前者就是對於不同的道具 各自的基礎掉落率做加成 或者就是增加封閉獲得量沒有什麼好說的 那風之谷前代掉落率是60% 那如果你想每一隻怪物都掉落的話 這樣的話以基礎掉落率加成 X之後要大於100% 寫成算式就是簡單的一元一次不等式 60%乘上1加上X要大於100% 算下來X就是要大於0.66 也就是66.66% 這樣的話取整數就是67% 我這邊最經濟實惠湊出來的方法會是 一鍵裝備的掉落率加20% 跟無轉之後的實用的神聖祈禱 道具掉落率加25% 還有合一貫獲得財物的密鑰 效果是在2小時內封閉獲得量跟道具掉落率各加20% 那這樣算下來就是20%加上25%加上20%等於65% 前代的掉落機率就是60%乘上1加上65%等於99% 剩下一點點我沒有去用主要會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真的為了這一點點去弄一排掉落率CP值比較低 第二個是我們回頭去看一下 剛剛另外介紹了封閉掉落率的能力 把滑鼠移到上面會有詳細的介紹 其中我們要看最後一句 用道具潛在能力可以獲得的數值最多套用值100% 那我們這邊的裝備每一排潛能都是加20% 也就是說我們滿的話總共要有5條封閉掉落率加20% 一般裝備都是3條潛能 但我們在買打閉裝備的時候會選擇2排潛能 例如2排的封閉獲得量增加 或者是獲得量跟道具掉落率各1排 主要是因為在上去的300封閉增加跟雙風雨掉太貴了 那再回到剛剛的第二點 也就是因為封閉要5排再加上剛剛掉落1排剛好6排 這樣的話只要剛好3件裝備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我們不會為了那2%掉落率去弄一件新的裝備 大家可能不知道封掉裝的威力有多大 簡單來說原本的掉落率再加上使用的祈禱 還有獲得財務的秘藥是60%乘上1加24%加20% 等於8.64% 機幣獲得量就是基本的100%好了 假如一個錢袋2000塊 這樣你打1000的怪獲得封閉數量就會是每個錢袋2000塊乘上1000隻怪乘上只有86.4%的怪會掉 再乘上封閉獲得量120% 這樣會是2073600封閉 那如果你是穿在打幣裝之後 同樣1000隻怪就會是2000乘上1000乘上98.4% 乘上240%等於4723200封閉 這樣算下來穿打幣裝的效率會是原本的2.277倍 那打幣裝其實除了可以在練等的時候打更多怪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最重要的點就是 大家都知道封之谷裡面有一個酷酷的黑色石頭 輪迴杯石 它可以讓怪物的重生數跟怪物最大數量上升 有這個東西你就算開外掛都沒有它練得快 不過這個東西現在一顆大約要價4萬塊錢台幣左右 還會不時的有些漲跌 雖然大家現在這個預算都還買不起 不過在遊戲內 租一個小時的費用大概會落在6000到7000萬 以我現在的分身小小天破223等 打可以秒215等的圖隱藏的伊莉亞特平原 一個錢袋平均在3500封閉左右 有輪圍的狀況下 10分鐘大概可以打4000之怪 那這樣我們算一下10分鐘可以打多少錢 4000之怪乘上每個錢袋3500塊錢 再乘上98.4%的怪物會掉 會等於13776000塊 也就是說我們一個小時可以打到8265萬6000封閉 這個還不包括如果我吃戰地的封閉量增加 如果我吃了我一個小時獲得的封閉總量就會有機會超過1億了 那簡單來說基本上如果你有打幣裝的話 就算你在等級比較低的211-220等左右就可以付租金了 所以除了租倫的錢之外 你每個小時還可以額外獲得2000-3000萬的封閉 可以讓你身在ARC或是買買裝備 不過回到剛剛有預算3000塊錢的部分 這邊因為預算的緣故我們就只能先買兩件 那我選擇的部分是一封一掉再加上兩排的封閉獲得量增加 可以讓封閉掉率99%之外還可以有60%的封閉量增加 剛剛買了100億買完一些日常用品之後大概剩下99億 再買完三件打幣裝其中兩件之後會花掉78億 這邊大概就會剩下21億 那這邊還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的打幣裝買了某些部位的話 之後會有交易的問題 但這個會延伸出龐大的篇幅 所以比較複雜的我今天就先不講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大家打幣裝盡量從下面的幾個裝備中選擇 頂級培圍的裝備裡面的耳環、戒指跟項鍊 還有魔性戒指跟強烈魔性戒指 大家最好以上面這幾種品項為主 那剩下的錢我會建議大家買兩樣東西 一個是便宜的傳說兩排攻擊趴的航海士武器 這兩排攻擊趴會帶給你前期很大的征服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萌獸 萌獸就比較麻煩了 他需要一個一個慢慢的找 大家可以找一下 一排最終傷害跟一排攻擊趴 魔攻職業的話就是買一中一物 魔攻職業的話就是買一中一魔 再加上大家每日任務一定要好好的解 把ARC都至少升到該贓地多1.5倍 這樣的裝備可以讓你在220等之前都不用考慮傷害的問題 表攻大約150萬左右 前面的圖基本上就是輕鬆秒 不過我的ARC並沒有很任何在弄就隨便弄弄而已 雖然只是隨便弄弄 不過我現在ARC320 給了大約3200組組的增幅 150萬的表攻大概也沒有50萬都是ARC給的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農得更高的話 可能練到225以後傷害都不會有問題 那另外我這個部分並沒有占到傳授跟戰地 甚至連爆率都沒有滿 而且天破單論普攻也不算是強勢的職業 所以這個3000塊錢 傷害的部分前期是完全沒有問題 大家可以租倫多打一些幣 除了升級ARC之外 生活必需的支出也不要亂花 慢慢的可以存到一些錢 看是之後要把打幣裝補齊 還是多買一些裝備 增加傷害都可以 反正我買裝備的邏輯是蠻簡單的 如果你今天這個3000塊錢都拿去買傷害的裝備好了 那打王又可以打到哪裡 又可以賺多少封閉 那練得要不要租輪 不租的話練得就會比較慢 如果要租馬租輪的費用打不回來 一下子錢就用光了 這樣的話還要再繼續花錢花錢花錢也不是辦法 前期買傷害裝玩著玩著很難把打幣裝玩出來 但是你前期買打幣裝備玩著玩著 傷害裝備可能就是慢慢出來也不會有問題 你看現在27%組數的裝備 一見大概21封閉 部分職業到比較高等圖的時候 一個小時可以打到1.5到2億 那這樣扣掉租金 我是不是一天練兩個小時 大概10天之後我就可以打出一件27%的裝備了 所以我真的很建議大家在前期傷害許可的狀況下 最優先去購買打幣裝 畢竟風之谷終究是一個練等遊戲 只要風之谷還需要練等的一天 打幣裝就會一直有用下去 好啦那今天時間也差不多到這 本來自己是想把3000跟5000的預算也是解決的 不知不覺又補充了一大堆 最後只講了3000塊的 那希望對大家玩風之谷 或未來玩風之谷有用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我的朋友皮皮 我們下次見 掰掰